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紫园机大波浪脸加骷髅头红裙夹杂志封面形象造型来了 杨紫园机拍的大波浪脸加骷髅头高发红裙夹杂志封面造型来了 又是被杨紫美颜袭来的一天 我是如此钦佩和勇敢 看看那些质疑杨紫颜值的人怎么说 作为杨紫的粉丝,在欣赏杨紫美貌的同时 也很欣赏她对美帝态度 她有勇气展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不化妆 她的发亮惊人,长长的披肩让她气质柔美 这三种风格展现了杨紫不同的风格 但每一种风格都让我惊喜,让我爱上她的理由更多 期待以后看到杨紫更多精彩造型 继续欣赏杨紫的美 除了外在美,她还有着强大的内在优势 她是一个敢于冒险,追求个性的女孩 这种勇气来自于她从小拍戏 她说独自上台表演让她更有自信 从这一点来看,杨紫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光彩 更是内在的光彩 这种光芒照耀着她的事业和生活 她现在是国内电视剧领域的一线女演员 她展现了深厚的演技和精湛的表现力 令人敬佩 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越发耀眼 继续关注杨紫的生活 发现她不仅忙于拍戏 还有很多公益活动 杨紫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女孩 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 她都传递着爱和温暖 她多次参与国内公益活动 积极为有需要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 她还积极投身环保领域 为推进生态文明贡献一份力量 这样的杨紫 不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负责任的公众人物 她用实际行动为社会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这样的杨紫怎么能不爱呢 期待更美丽 更优秀的她出现在我们眼前 本文由李婷婷娱乐原创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侵权必究 欢迎关注我 我会带你看看星星每天都发生了什么 02 杨紫有着独特的美貌和惊人的演技 令人惊叹 天赐之美 后继勃发 90后女演员杨紫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成为了娱乐圈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她不仅美貌无双 在演技上也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圈粉无数 身材修长 五官精致 杨紫强大的气场和迷人的外表 足以击倒任何流口水的男人 不过同样是小青新出现后 杨紫用实力碾压了所有质疑者 在扶摇相秘沉沉浸如霜等多部热播剧中 她娴熟地演绎了不同的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感人至深 颜值和演技让杨紫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 但她的努力和情商也值得我们点赞 面对媒体 她总是能自如地展现恰到好处的笑容和从容的神态 尽显睿智与自信 在面对众多网友时 她不忘初心 与粉丝互动 用心回答问题 展现了善良的一面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杨紫依然会有后继友人 朝着更高更远的演艺道路迈进 因为美貌和演技只是她人生的起点 她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杨紫 一个来自中国的美艳女子 已经成为年轻观众心中的偶像 她不仅美貌无双 而且演技惊人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从小就崇尚艺术 尤其是表演艺术 她的才华使她在表演方面表现出色 她的演技不仅仅是表面的模仿 更是内心的感受和理解 演技分为外在动作和内在情感表达 杨紫的外在演技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女演员 但她内心的情感表达却不容忽视 她能将角色内心深处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令观众感同身受 她所扮演的角色也深入人心 在电视剧《楚桥传》中 她饰演的霓皇一角让观众大呼过瘾 在《亲爱的、至爱的》中 她的演技达到了一个巅峰 充分展现了她的演技 此外 杨紫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她赢得大家青睐的不是她美丽的外表 而是她内心的温暖和才华 散发出的魅力 而她的坚持和努力 也让她在演艺圈打拼多年 成为了一个受人喜爱 受人尊敬的演员 在连续的拍摄和演艺中 杨紫展现了她无限的潜力 她以精湛的记忆和敏锐的触觉 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杨紫将不断探索 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 一步步向着自己的梦想迈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 她会在演艺道路上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杨紫 一个魅力无穷的女人 她不仅拥有独特的美貌 而且演技惊人 令人叹为观止 她的每一次出场 都能化身为剧中人物 深刻诠释每一个角色 她的表演充满张力 让观众沉浸在剧情中 为之感动 她的演技就像平静的湖面 清澈纯净 却又不惧孤独 在每一部作品中 她都完美诠释了自己的角色 当她的角色需要忍受痛苦和磨难时 她会用眼神深情地表达内心的痛苦 当她的角色在剧中需要勇敢和坚韧的时候 她就会用行动和言语来展现自己的坚韧和勇气 这一切都是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并将其融入到表演中 杨紫这个天生励志的女孩 不仅被她的美貌所折服 还赢得了大众的尊重和称赞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 演技是不分年龄和性别的 只要有梦想 有热情 就可以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她的演技不仅令人惊叹 而且令人感动 杨紫 她是一朵妖娇的花 一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少妇 凭借精湛的演技 她成为了演艺圈的一匹黑马 为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散发着自己的光芒 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作品和表演 03 集中优势作异场 央视六次呼唤肖战 横电称 完全满足所有要求 肖战真是喜讯连连梦中的海 将在央视八套播出 而且是黄金时段播出 陪在我身边第四季即将播出 电影射雕英雄传即将开拍 全场摩拳擦掌 万事俱备 之等全新的肖战出现 最近最火的电影是什么 那就属于徐克的神雕侠侣 强大的阵容堪称国家队配置 各大官网争相报道 正式开拍前 央视已经介绍了六次 中国电影报道对影片进行了详细介绍 金庸家徐克家肖战的阵容 吸引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观众 几乎每一期的视频都能轻松达到数百万的浏览量 这部电影大受欢迎 连《环球日报》海外版也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 官方毫不掩饰 直言这事武侠片的新希望 对这部电影寄予厚望 文章还特别提到了饰演郭靖的演员肖战 他对肖战的认可和欣赏亦于演表 正式进组前这么一场大战 既是动力也是压力 射雕英雄传是老经典 怎么能拍出新意呢 在射雕的背景下 如何开启全新的故事 徐克会有怎样的改编 好奇心让网友不断催促节目做大做快 好在 黄剑新电影导演 编剧制片人透露 电影神雕侠侣将在恒电拍摄 徐克导演正在做视觉实验 准备做三个月 越来越精彩了不是吗 前有射雕宇宙的诱惑 后有徐克最擅长的3D模式拍摄 电影将实景与片场相结合 营造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武侠世界 再加上三个月的视觉实验 这样的大手笔 直接填满了期待值 最后 徐天福恒电集团副总裁又添了一个花样 非常希望徐克导演能把整个拍摄全景都放在恒电 我们会尽量满足徐克导演的需求 看得出来 片方是真心想要大红大紫的 这么多大招 小心除了星谋 只想膜拜 徐克宇宙战的实力碰撞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记忆技巧 长期技能和联动 期待这个奇幻的故事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